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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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她先來這樣研究明星開車到底可以瘋狂到什麼地步 我們歡迎五位開車高手 歡迎 謝謝 我覺得應該要穿裙子才對 要去換嗎 去後台換一下來吧 你看看人家的腿 羅大師今天少講話好 到裡面收拾會掉 真的嗎 我們喜歡大個初心三節 謝謝 謝謝 所以你覺得要聽嗎 還有一招是要給丞翰點上的 給羅妹妹 給羅妹妹 你不要生重喔 前輩 我剛出道的時候碰到他 在那個後台 因為我很乖 巴厘石的後台又很小 坐在那邊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他就 這個小男孩 看起來很... 很老實的樣子 我就不相信你這麼老實 就坐在我身上 我沒有磨 我沒有磨 因為隨著音樂在抖動嘛 這樣子嘛 磨完以後還有 沒有 因為我們在整個 所以立憲很愛鬥這些新人 對 因為我們要整個上台 那禮服已經穿好了 在那邊又很無聊 一看新人來了 不弄新人弄誰來 請問歌手在車上 開車的時候自己會唱歌嗎 也會啊 是為了練歌還是... 練歌的時候也會聽啊 那一邊唱歌一邊開車 難道不會分心嗎 不會啦 不會啦 你沒試過嗎 以前有 你可能說 可是... 羅妹妹也會嗎 會啊 一邊開一邊練歌 我當然要練歌啦 會會 開很大聲 很大聲的唱歌 對啊 因為只有一個人的空間 然後就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然後就唱 可是羅妹妹練歌 是因為要去工地表演 除了工地表演 以前我們還有做歌廳秀啊 歌廳還沒唱到的時候啊 對啊 那一套秀都要練四五首歌啊 那總不能上去坑坑巴巴的吧 不過我們也常常 麥克風都掉在地上了 我們那個聲音還繼續都有唱 當時要背歌詞了嗎 當然要啊 沒有人在底下提歌詞嗎 不行啦 我們這套秀反正一做 可能巡迴會做到十檔到十五檔 前面唱了幾天就...大概就會唱 但是羅妹妹在車上飆車的事情 大部分都跟作秀有關 對 就是要趕去秀床 對 所以妳會不會覺得 他們現在沒有作秀的人 還要飆車這事情很奇怪 對 我覺得沒有作秀的人 趕時間不知道在趕什麼 趕去見上床 我們是趕去見孫中山的 不一樣啊 雅倫妳最快開到多快 一百七八八 因為我爸說 開到一百六以上就照不到 但是... 妳說... 就是會飛過去是不是 現在... 現在會照到 她說以前有一段時間 她曾經跟我說一百六... 一百六以上就照不到 樹公路上啊 它照相是固定有一些地方照相 那像我們真的是南北跑得很輕 所以我們大概都知道哪裡有照相機 而且那一台照相機是屬於哪一個隊伍的 那譬如說有一次天黑的時候開 啪 我想完了 三千還是五千不見了嘛 六千 六千不見了 我就打電話 一看... 這是哪個隊伍的 我就打二千 我剛剛被啪到耶 她說... 在幾K的時候 譬如說在113K 那個是假的 我說什麼還有假的 她說... 對 那個是裝在那邊嚇人的 沒有閃光嗎 對 對 所以妳跟妳的警察都混很熟嗎 混很熟 因為被抓抓抓抓到變很熟 他們兩個可能都是這一路的耶 羅石峰是... 主要是公路局的場子 他都免費唱 對 其實我們以前像公路局 他有分... 以前大概六隊吧 五隊嘛 全台五隊 大家都知道耶 現在又再加... 加上肥二高的 然後總共九隊嘛 九隊然後可能就有十八個分隊還是什麼 那以前他們比如說像尾牙啊 或是春酒啊 那我們都會去... 去跟他們同樂 對 同樂 還有他們結婚的時候我們也會去 那真的會有警員看到你們... 籃下你們看到的時候會說 我上次有聽你唱歌 有嗎 基本上都... 所以這樣做建立交情是有... 有一點用是不是 對 基本上他們會比較通人情 可是現在還吃得開嗎 就你們當時的那些警察應該都退休了吧 有一次我跟余峰兩個人 就真的是開路間 因為他不急了 然後就被一個... 也是趕去秀場 對 就被一個警察攔下來 我就看新生的警察 滿年輕的 一定很好搞定 我就跟他講... 他怎麼都要開耶 我說 那我就要尿尿啊 要不然你車上借我尿 他就是... 也是不管就給我開了 開了但是開完以後 那就跟他們認識了 認識了就變成好朋友了 那有一次那個張飛的是說什麼 對... 有一次我們就... 然後回來的時候 他們那個馬錶壞掉了 就是你看不出來你開幾公里 時速幾公里 那小芳就一直開... 就被警察攔下來了 那飛哥就說... 還不會 那說... 飛哥那個時速... 我看不到啦 所以可能我也不曉得 我開幾公里就被攔下來了 那他就下去跟警察解釋 一直講... 怎麼樣講...都講不通 飛哥很不耐煩啦 就下去 我是張飛啊 要不要看黃金拍檔啊 我可以送你幾張票啊 張飛 你們幾位開車 有被警察用擴音器警告過嗎 沒有 有耶 妳有 我在台灣開車 然後我在... 好像是大的路的交叉口 我就暫時停車 然後從後面警察就衝過來 而且這邊不可以停車趕快走啊 然後就慢慢過來 然後他發現裡面的是我 可是日本的規則 是不是罰得比台灣重 好嚴重 如果要停車的話 如果違規停車的話 好像是三萬塊日幣 一萬多台幣 一萬台幣差不多 然後... 還不只喔 還要擴分 因為我們駕照有分次 然後... 比如說 拿到駕照 三年的話 三年內 是好像十幾分而已 然後... 微規停車就過分一兩分 然後... 超市就會扣十分啊 就是... 扣了很多 然後如果沒有分次的話 重新烤 然後重新烤要... 因為我們烤駕照是十萬塊台幣 好貴喔 所以在台灣會比較自由一點 對 所以很多人來台灣烤駕照 如果喝酒駕是... 不行 就是完蛋了 罰多少 如果... 如果一個人開車的話 五十萬 現在好像五十萬日幣 然後... 一個人罰五十萬日幣 對 然後扣分 就... 好像四五分 就二十分 就... 就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如果一台車 四個人... 四個人坐 然後... 後者的人開車的話 五十乘四 所以... 兩百萬 我的天啊 因為他要... 他要懲罰這些乘客 你們怎麼可以讓喝酒的人來開車 全部的人的問題 所以兩百萬 所以啊 現在日本... 就很少人在喝酒開車 剛剛潘勇哥 你講到那個... 說被警察廣播 其實我也有一次 交通警察是... 什麼狀況會用廣播的方式 我那一次也是... 就剛好在高速公路開車 因為我那時候都敢秀嘛 公立秀 就很專注的在開車 超來超去 所以比較不遵守交通規矩 他突然可能... 他在後面就已經在... 他有個... 有個機器嗎 可能可以查 查車牌號碼 然後打出來是誰 他就知道這台車是誰 然後就開開車 就跟... 跟到我旁邊這樣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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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我不知道 然後我趕快... 我就車慢下來 因為那時候好像我宣傳幫我開 然後就... 窗戶按下來 他就跟他不好意思 你們為什麼那麼趕時間 因為工地秀 譬如說他都是...